所以 執行長 你也多慮了 我們的就業機會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 因為我直接從台灣帶我信任的護士過去 對 對不對 因為不需要任何多餘的一切往來自由化 沒有任何多餘的困擾 換了我 我也怎麼做 是 對不對 避免醫療糾紛嘛 這是我信得過的人嘛 是不是 對 不過這樣子聽起來好像我們人才就外流了 但是我們最近看到這個 陸生來台的問題 我告訴你 正好相反 你是一個越開放的地區 你反而會接受到更多的資源 這個資源包括什麼 包括資金 包括人才 對 都會聚在這邊 根本不用短刑 越開放就好 對 你越出去回來的越多 你剛剛提到的陸生 對 陸生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 我講句坦白話 全世界都在搶大學生 是 全世界啊 連那個紐約大學在杜瓣那裡開分校 對 阿布達比吧 在那裡開分校 跑到台灣來招生啊 八根子打不著 還給你那麼優厚的獎學金 四年學費全滅 然後保證你每個學期回台灣 回台灣一次 二十一天 每個學期啊 而且機票費用 學校服 為什麼 人家要的是人才啊 對 對不對 我們呢 這一次最新的全世界百大 全世界百大學校評比 台灣只上了一所呀 那一所叫台灣大學 排名九十五 對 我們還不要去 還在這兒 還在這兒 聽到陸生要來台了就打架 哪有這種事情的 對不對 而且各位朋友 上海四伯會 這個禮拜六 五月一號就開幕了 對 對不對 而上海跟我們是 關係極為密切的兩個市場 在我即將出版的一本新書裡頭 我就有提到 上海與台北兩個小時生活圈的成型 對於台北兩地的經濟發展 勢必有加成的效果 就在這裡啊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剛剛執行長也提到過的 一開放 原來擔心會外流的好像流進來的更多 對 對不對 擔心什麼 我們所要做的就是一個 完全開放自由的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到最後 來的就好像上海 就好像大陸的上海 能夠留在上海的都是中國的精英 到時候能夠到台北的都是大中華的精英 那你說你要是競爭不過 那只能怪你自己了 對不對 但是絕對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現在的上海 沒有因為它成為中國的精英 是那個中國的經濟龍頭 它的就業機會就少了 反而越來越多 因為 所有跨國公司都跑到上海去成立 去設立部門 對 對不對 都要佔據那個市場 都要發展 他們一成立公司 第一件事情 照顧 是 對不對 那除非你沒本事 沒錯 那我們不只看到這些陸生 或者是這些人才 我們看到 好像有那個 美國的一些官員也派到 大陸去做一些官模學習 對 然後去 未來將來才有辦法制定 美中的之間的一些政策 不知道萬大哥怎麼看這件事情 對 我們這個頻道是財經頻道 對 為什麼要講這一點 這是我 我很感慨 因為禮拜天 看了雙英辯論 本來是講埃克法 但是蔡英文在辯論當中 她提到了一件事情 她說 總統先生 你知不知道 在你的團隊 在你的談判 談判人員當中 有人有在中國有利益的 現在有兩岸太子黨這種事情 你知不知道 請聽清楚 不是中國太子黨 是兩岸太子黨 我當然知道他指的是誰 我當然知道 但是我很感慨的是 今天為什麼我們要討論 美國跟我們這個節目有什麼關係 而我為什麼要拿出來討論 美國現在是世界 目前還是世界第一啊 它的綜合國力現在 以目前來講 各方面明顯還超過中國 但是 它已經正式中國崛起了 已經承認了這件事實 並且什麼 並且 正是 中國是它的競爭對手 而它在 它必須要很認真地面對這件事情 對 剛才我們執行長提的那些就是 美國的國務院 美國的五角大廈也是國防部 他們派出什麼 請各位聽清楚 我是局處級的首長 按照台灣的算法是12級的公務員 對 檢任12級的公務員 到哪裡 到北京清華大學受訓 對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我把你當成對手了 對 所以我要了解你的一切 然後我要指定出 能夠贏你的政策 說白了就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我過去我所獲得 我從二線三線四線五線六線 我所獲得的一些資訊 對於我的政策制定 中國政策的制定 已經沒有任何幫助了 所以我必須要直接派我的公務人員 直接派我的幕僚 直接到你那裡去學習 然後 去了解 然後拿回來 拿回東西 拿回最新第一手的資訊 作為我制定中國政策的一些依據 是 我現在問各位 全世界 誰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最複雜 而且恩怨情仇糾纏不清的 台灣的 就是台灣的 國共打了六十年了 打打談談 談談打打 六十年了 結果 雙英ECFA辯論 我們的在野黨主席居然說出這樣的話 然後 我們的總統也說歡迎你檢舉 我就奇樂怪了 我們的這些大陸政策怎麼制定的 靠 靠我們的敵後諜報人員嗎 他們 反饋回來的訊息 就是這麼的真切嗎 我們的 陸委會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當中 就有一條明文規定 我們的公務員 不准去中國大陸 公務員不能去 對 這是笑話 這真的是笑話 你制定中國大陸 我們面對中國大陸 是競爭也好 是合作也好 不管怎麼樣 你把它當成敵人也罷 當成對手也罷 當成朋友也罷 當成兄弟也好 你至少要了解人家現在實際情況 對 對不對 然後你才能制定出一個最合適的政策 至少讓自己免於受傷害 連劉兆選要去世博都搞半天 對 然後陸委會還有合作 這是笑話嗎 我們的決策制定者 居然中國大陸現在長得是什麼樣子 都不了解 那 我當然 我在這裡也只能提出呼籲了 這一條完全不合理的規定 盡快取消吧 嗯嗯嗯嗯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灣大哥跟我們提到這麼多 今天節目內容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下禮拜 因為本來想說 世博多台一點的 可是世博大概沒有時間再講 下禮拜世博就開幕了 那我相信世博新聞應該有相當多的新聞 而且 我們看到這個 各新聞台現在都很多 市營運就已經激爆了那些 而且上海大家都 一窩瘋嘛 一樣嘛 什麼事都一窩瘋 現在 現在上海的所有飯店的訂房 全部已經滿了 現在你只能訂到周圍城市 不過我在這裡 不急嘛 它好幾個月嘛 對 一百八十幾天嘛 我在這裡我還是提醒一句 我還是提醒一句 如果各位朋友有空的話 有空的話 還是去看一下 我聽說台灣館的4D 效果非常棒 其實問題是他一天才幾千張門票 大概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那麼容易進去 沒有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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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市營運第一天市營運進場就是50萬人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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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台灣館 它有人數限制 但是問題是會去台灣館的有多少呢 但是我們是一定會去啊 不管怎麼排一定要把他排進去 一定要排到的 是不是 聽說很精彩喔 真的聽說很精彩 而且5月1號一點燈以後 一點燈以後 整個台灣館的孔明燈的造型 孔明燈造型好像就會發光 聽說是很精彩 不過現在去還有點麻煩 不過5月可能會 虹橋跟松山對飛嘛 可能會更方便一些 對 貓雞先行嘛 我們再仔細看著這些新聞的局勢 我們下禮拜再請萬大哥 來到我們節目上來跟我們分析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網友的收看 也謝謝萬大哥 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謝謝 我們下禮拜